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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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拍下 两对情侣 坐在麻将冰果摊前 其中右边这一对情侣 一开始玩得很起劲 但发现老板一转身 竟然开始 男子还趁着老板 帮忙其他客人 背对他们时候 偷换牌 再由女友秀给老板看 说有中奖 过程中 还不忘回头看看 有没有被发现 但其实这一切 全被前方的监视器 拍得一清二楚 所以这只是小小游戏 希望就是 不要那么认真 就把它当作游戏 玩在家里 你来夜市 最主要是要开心 这样闹得 老板跟你 都不是太愉快的话 就不是很好 所以希望 民众来 你来夜市开心 你凭你自己的运气 得到一个大奖 一个娃娃 你一定会很开心 很兴奋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去 多的 反正你来 也是 就是想群开心 所以就尽量 不要有这样的行为 这一堆麻将冰果游戏 玩家只要顺利和排面上对上 并且顺利连线 就能带走奖品 但这对情侣动手动脚 涉嫌作弊 恐怕已经涉及 诈欺罪 记者 黄少铭 接下来我们报道